修车厂老板的秘密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表妹 这两天看了失信 有些伙伴想要表妹出揭秘的视频 表妹我这么充分 当然就功敬不如宠命了 今天咱们就来揭秘修车厂老板的秘密 众所周知修车厂的老板是一个小哥哥 而这个修车厂呢已经出现了很久了 他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现在我们就传送过去为大家一一揭秘 地图上面还是有修理厂的位置的 我们直接就传送过来了 这个店面看起来并不大 每一次过来呢老板都会站在右边的角落 我们飞起来看一眼他们的店牌 这个店牌上写的是日文 旁边呢有一排黄色的英文 可能是因为这家店开得太久了 字体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我们可以看到店里面的角落摆了一排东西 现在呢我们就走近给大家瞧一瞧 相信很多玩家 平时在玩营销的时候都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 这里面摆的应该是一些汽油之类的 提供给过路的人 还有就是这些物品竟然都能够穿过去 咱们走到修理车老板的旁边 表面发现这个修理车的老板有些问题 他把这个修车店开到了4S店的旁边 大家都知道4S店里面也是可以修车的 那他在这里开一个修车厂 那岂不是很不赚钱 就这样他每天还是七早贪黑的在这里工作 还有就是跟这个修车店老板聊天 你就会获得大量的金币 不信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仔细看表妹现在的金币是15000块 跟她点击聊天有一个英文字母 上面写着待在这里看电视 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你只需要点击好的 他就会直接给你200块钱 丝毫没有怨言的那种 而且表妹并没有和他讨好关系 而且我悄悄的告诉你 这个步骤是可以重复的 现在表妹给大家加速一下 我一共点了多少吃 我自己都数不清了 就这样表妹硬生生的点到了20000块 只要你不嫌手指累 就可以一直点下去 成为小富婆指日可待 想必大家都已经拆到了 这个修车店的老板身份肯定不一般 他身后就像是背了一个大金库一样 这不是妥妥的富二代吗 带大家观察一下 旁边这一辆被修了很久的车 是一辆蓝色的小货车 我们靠近一看 这压根就不像是一辆真的车 根本都站不住 这是一辆模型车 所以我叉车 这个修律车的老板 根本就不会修车 只是装个样子而已 另外他根本就不用靠自己的手 修车赚钱 他靠全自动的修车机器 就可以赚不少钱了 这两个空位就是可以全自动修车的 改变一个车的颜色 就要花费一千块钱 而另一边的汽车修理 一次性就要花费三千块钱 只靠这两个修车的项目 修车老板就可以赚不少的钱了 所以表妹猜测 这个修车店的老板 本身就是一个富二代 然后因为兴趣爱好 在营销里面开了一家修车厂 妈爷妈爷 这个修车店老板 简直就像是一个全自动的提款机 提了小哥哥这么多金币 表妹心里面还是有些过意不去 那咱们就请她去咖啡厅里面 吃一个下午茶吧 好了好了 本期的揭秘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呢 全部都是表妹的个人猜测 不洗无喷 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 为表妹留言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